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提到亚哈谢之前就先提了南方的犹大国约沙法王 先让我们来看看经文 41节 以色列王亚哈第四年 亚萨的儿子约沙法登基做了犹大王 约沙法登基的时候连35岁 在耶路撒冷座王25年 他母亲名叫阿苏巴 来是利西的女儿 约沙法行他父亲亚萨所行的道 不偏离左右 行耶路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 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 约沙法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永利 并他怎样征战都写在犹大猎王纪上 约沙法将他父亲亚萨在世所剩下的轮童 都从国中除去了 那时以东没有王 由总督治理 约沙法制造他师船只 要往俄飞去将金子运来 只是没有去 因为船在以寻加别破坏了 雅哈的儿子雅哈谢对约沙法说 容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坐船同去吧 约沙法却不肯 约沙法与列祖同岁 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约兰接续他作王 这位约沙法王那作王二十五年 圣经对他的记载相当的正面 他不只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求问耶和华的先知 圣经还给我们看见 他废去轮童 他行敬畏耶和华的道路 这是一位敬畏神的好君王 最后他也安葬在他祖先的坟墓里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他有一个好的人生终结的意思了 相对下面的经文就记载 雅哈王的接续者 那就是他的儿子 我们来看圣经怎么写 犹大王约沙法十七年 雅哈的儿子雅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 做以色列王共二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他的父母 又行黎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使以色列人 现在罪你的事 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 侍奉敬拜巴利 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雅哈王的儿子 雅哈谢只做了两年的国王 圣经对这两年任类有什么建树 没有记载 大概也不会有太多建树了 时间这么短 但是却记载了 他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 不只如此 每一次讲到北国的君王行恶的时候 圣经都会引述追溯到北国的开朝君王 那就是耶罗伯安 耶罗伯安跟雅哈谢根本没有血统关系 因为当中已经经过几次的政变 篡位 不过君王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 这一个行恶的记录 却超越了血统 追溯到一开始就不遵守 耶和华诫命的耶罗伯安身上 哇你看看啊 行善啊不一定被记下来 行恶却完完全全的可以找到行恶的源头 求主用这样的历史观教导我们一件事 那就是今天我们所做的 不只是代表我们今天一言一行 我们所做的其实正反映出我们心灵中 生命里面那个属灵的根源 我们今天的根源在哪里呢 当然是建基在耶稣基督的国度嘛 爱子的国度嘛 所以我们一切所行应该反映出那个根源的真善美 求主恩待 让我们所做的不只是我今天的生命表达 更是显出了我们生命的根源 猎王纪上的灵修就在这里结束了 猎王纪上和猎王纪下 在原文里面其实是同一本书 所以猎王纪下会接续着猎王纪上 对于南国北国君王的发展和记录 做出同一个历史观点的叙述 那么我们很高兴 可以和大家一起在猎王纪上 一起灵修 猎王纪下呢 我们会请郭建廷传道 继续和大家透过这一卷很有意思的历史书 一起灵修 一起认识真理 行出真理 愿神祝福你 平安 我们下期待